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一盘新鲜的牛子肉丝 丢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十九点江江棍 哦 热哦 嗯 好吃 十九点十二分三十四秒 欢迎来到十九点江棍 我是强哥照相 今天节目开始了 一听到这前作就知道这是什么歌 对 这就是哆啦哀梦的主题曲 强哥也唱过哦 咱们每天一开场都听一首 跟今天有关的歌 那今天听到的是 《哆啦A梦》的主题曲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12月1号 是《哆啦A梦》的作者 日本漫画家 腾子F不二雄爷爷的生日哦 腾子F不二雄爷爷的本名 叫腾本红 当年呢 他和国小同学 安孙子素雄 因为呢受到了漫画大师 首总志雄爷爷的启发 立志要成为儿童漫画家 两个人呢 就一起用腾子不二雄 这个笔名啊 来发表创作 就在1969年 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同一年 主要是由腾子F不二雄爷爷 主笔的《哆啦A梦》漫画 开始在杂志上连载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这只猜犬只会出石头的 圆滚滚蓝色机器猫 竟然就这样 红了将近五十年 哇 腾子F不二雄爷爷啊 曾经就说过 他从小因为身体不太好 又内向 总是那个醉不起眼的孩子 不仅常常因为生病 所以呢 请了半学期的病假 即使他就到了学校 因为动作比较慢呢 常常就成为大家欺负的对象 只要看到高年级的同学 学长走过来 他就赶快面向墙壁 心里默念 不要看到我 不要看到我 他后来就曾经自嘲地说 大雄就是自己的化身啊 虽然有这样的成长经历 但腾子F不二雄爷爷 把它转化成创作的灵感 加上无穷的想象力 变成一片片生动有趣的故事 也感动了好几个世代的小朋友 强盖觉得 这个不管是什么小叮当啊 哆啦A梦啊 等等都非常可爱 又有对生活的观察 那又有呢 我们对于科学的想象 其实有的时候啊 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有一些科学 大家如果关心一点 你也许不一定是在漫画啊 你也可能在你的学习啊 你的做别的事情上可以发挥 因为科学在我们生活中 处处都是带来新点子哦 请不吝点赞 担经地球 了解科学 教下郭小盖仙 帅呀 又到了咱们新一次 科学小盖仙 这个单元 今天的老分享 再度请到了郭盖仙 远留科学少年的月刊主编 郭亚欣姐姐 来到节目当中了 大家好 好快啊 月是新的一册 我们上次也讲过 做这一册真的不容易 每个月都很辛苦的 把它生出来 跟自己的小孩一样 而且这一次要讲的是 2016年主题 是诺贝尔奖 2016年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其实也是 它是科学界最重要的 最重要最高荣誉了 你看看 每一年大家都会去猜测 我们一般的人 看新闻都是 什么文学奖 对不对 和平奖 这一类的 但是科学方面的 这今年又不一样 我们今年 一开始先讲一下 我们还是应该讲一下 好 科学的有生意奖 这个是日本人吗 对 他是一个日本的科学家 那他主要的贡献是在于说 他发现了细胞的自视作用 自视的 自己吃 自己吃 自己吃自己的作用 就是当细胞 像我们的细胞一般在运作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会产生一些废物 那这些废物它要排出去之前 就是他们发现了一个作用是说 这个废物在排出去之前 如果你的细胞就是能量不够的时候 他是会先去到这些废物去 就是找找看里面 有没有还可以用的东西 然后先做过一次资源回收 所以他们 所以这个科学家 他主要的贡献是 他把这个作用整个 就是证明出来说 这个作用确实存在 那以现在来看 会觉得说 这个作用其实早就存在了 但是诺贝尔奖的一个特色就是 他都会颁给 就是好几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成就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成就 到现在其实已经好几十年前 好像他另外一个是 就是受奖者都要活着的人 对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也曾经有某些科学家 没有等到 对对对 所以你要拿到诺贝尔要两个 一个就是你成名要很早 对不对 成名早里发明了一个东西 他经过时间的累积 表示经过十几几十年之后 好像说这个还真是一个成就 这个时候呢 他才会把奖颁给你 但是你不要说你成名很早 但死的也早不行 你成名要早 又要活得很久 对对对 然后到了你老的时候 有机会就可以被选到 对对对 不然的话 太早死他就没办法了 其实每年我觉得 就是大家也蛮有趣的 就是每年就像强哥讲的一样 大家都会在那边预测 说今年是谁会得 今年是谁会得 的同时大家 因为总会有几个人 他们每年其实呼声都很高 但他们不见得会拿到 那大家就会在那边 就是有点稍微为他们担心 想说完蛋 他年纪太大了 对他已经几岁了 然后还没有拿到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都稍微会有点担心 可是大家要 这个全世界这么多科学家 这么多的文学家 他们这个都有很杰出的表现 大家都要排队就对 对其实有一点点在排队 毕竟我们一个奖一年 只能搬一个人 对 好 不过这次的物理奖 真的是很难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这一期的 科学少年 很厉害 你很努力 用法国面包甜甜圈 和眼镜 像强哥这个镜框 三样东西 来试图解释一个 相当深厚的 这个拓普学 它是属于数学吧 它是数学 对 强哥小的时候 有听过别人讲过这件事 但是那时候我就放弃了 那现在呢 我们也稍微 这个跳过这个法国面包 还有甜甜圈和眼镜近光 不过有兴趣的小朋友 可以去认识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诺贝尔化学奖 跟奈米有关 今年的化学奖 它其实讲的是分子机器 其实就是我们如果 就是它的意思说 有一群的科学家 对他们有办法做到说 把像分子那么小的东西 然后他们是可以控制它 比如说他们可以控制这些分子 它组成的时候的形状 然后他比如他可以做出两个环 交在一起 这个叫做交环丸 这个其实很多年前 有一个电影什么联合缩小军 那个时候就想象 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跑到肚子里面去 还可以跟红血球白血球 绕过好像陨石一样的 然后去治疗身体 当然你可以看到 想象 在想象的电影啊 戏剧里面 有很多东西 其实在科学上 也还是在继续不断的进展 有 对不对 有 那分子机器其实还蛮厉害的 它就是你可以控制到那么小的东西 然后让它做出你想要的形状 有点像积木一样 你可以去拼 然后你可以 你可以让它得到你想要的特性 也很好玩哦 很好玩 好 当然了 这一期里面前面有强哥 常常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聊天 很好玩的很多 最新的一些科学新知 对对对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呢 要找一个很简单 但是呢 我想跟小朋友一起聊的 很有意思的 就是 有人研究发现 咱们的祖先 人类的祖先 就是比较常用右手 这是怎么回事 对 它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 大家会有惯用手 每个人天生就会有惯用手 然后是右撇子比较多 左撇子比较少 那事实上 在其他的动物身上 是没有惯用手 这就妙了 你这个一开始讲 猿猴 猴子跟我们好像很近 可是你不会找到说 这只猴子它是右撇子 那一只是左撇子 没有 他们没有分左右手的 惯用手 他们没有左右 就是他们没有分惯用手 那只有人类有 只有人类有 对所以科学家就很好奇说 那为什么只有我们人类有 好的 我欢迎各位小朋友打电话进来 你是用右手还是左手 大朋友当然也可以了 你是用右手还是左手 他不是一个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不是一个歧视 这右手人多 就说你左手 左拐子 左背怪 对不对 左背怪 你怪怪的人 我们不是用多人去笑 少的人 因为多的还是比较 右手比较多了 对 是右撇子比较多 而且我们以前觉得 好像这个是现代人 结果这次 您是最新的科学新知 有人透过一个研究 发现咱们可能老祖先 他就是右手非常多 对就是这件事情 现在最早可以回说到180万年前 80万年前 对就是人类的祖先的祖先 是一种叫做巧人的 巧人 赶翘了 古时候的一种人种这样 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发现说 巧人就是右撇子 那你会很好奇说 他们怎么知道他是右撇子 他又没有在你面前用 那这个时候大家 看骨头也不知宝啊 对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个形象 就是画面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手握着一只鸡腿 然后放到嘴巴里面要去吃 对你会 你如果是右手拿 你会往右边撕 就是你会 对你会 你手会往 你的手往右边 你的牙齿往左边撕 对 对那这件事情 这个动作做久了 会在你的牙齿上面留下痕迹 你说科学家多厉害 他们就去看这个痕迹 然后就发现说 哦 这个是右撇子 好厉害哦 对就发现这个是惯用右手的 所以就发现说 在这么早以前的巧人 他们就已经有惯用手了 那当然还是以右手居多 对 这科学家简直推理 一百多万年前的人 对 是用右手拿鸡腿 对 还是左手拿鸡腿 对 好厉害 好了 那你呢 你是用右手拿鸡腿 还是左手拿鸡腿呢 什么 你不吃鸡腿 你只吃鸡块呀 哎 请用 告诉我 你是左手还是右手 哎 蛮有意思的 83693398 83693398 我们来接 微组 微组你好 强哥好 老师好 你好 我们这个 一个月至少会聊一次啊 关于科学方面的 哎 我们的郭盖先啊 跟我们聊一下 很好玩 今天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小 小的一个发现 一百多万年前的人 极可能 根据刚才那个证据 极可能是用右手的人比较多 那吴一组 你是左手还是右手怪用手 右手 哦 哎 那你 你有用右手怪用手的时候 你有没有认识左手用左手的朋友 有啊 我们班的模范生 哦 哇 那你会不会觉得你也想用左手试试看 因为他是模范生 用过了 哎呀 用过了 你用 好难洗哦 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自己想办法用左手写字 为什么 是有人跟你比赛呢 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偷偷用左手在写东西 没有 爸爸叫我用那个左手来写的 爸爸为什么要你用左手写啊 这是什么意思 一直就是 他就是用我 我原本是那个左写字 然后结果 之前他 之前一直用 右手用东西 哇 你以前很小的时候是用左手 对啊 爸爸硬给你掰过来 用右手 不是 是我 是我不知道 我自己用右手去拿东西 结果习惯了 哦 呦 那你应该是左撇词 很有意思 他以前小的时候 比较多的是用左手 后来慢慢慢慢开始用右手 那又那 那等到你想再试试看 你左手还有功力的时候 功力已经退去了 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还是可以写 只是写的很丑 写的很丑 我强哥让你写写看 强哥写写看 我写的跟右手一样丑 好的 其实有人说 有的时候偶尔用一下左手 也可以均衡一下 对 激发一下脑力 激发一下脑力 好 来 谢谢一组 拜拜 拜拜 今天来接金妈妈 金妈妈打电话来了 嗨 金妈好 嗨 强强哥 还有老师好 你好 那金妈妈跟我讲的是 是你是用左右手 还是你的小朋友 右手 但是我想要分享 之前我在这个人类学的 这个书籍里面 有讲到说 为什么现在社会的世界的人 惯用右手的比较多 就是原始的部落就是人类的族群 母系社会比较多 知其母不知其父 所以母亲主要照顾者 他把他的宝负呃就是放在左手的手弯度呢 让宝贝听心声 然后呢 右手呢 操持家务 那就是母亲的这样子的一个 使用的方法 运作的习惯 就影响到下一代这样子 那个是我读的资讯这样子 哇 谢谢金妈妈跟我们分享 谢谢您哦 拜拜 谢谢 好有意思啊 你看看 哇 厉害了 所以大家啊 每个人都对这个有兴趣 对 然后呢 这些科学知识 当你有兴趣 你就会捕捉用在生活中 或者记在你脑海里 如果听到强哥跟亚欣姐姐聊天的时候 又可以把它翻出来 甚至你在生活中碰到什么状况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科学的知识运用在生活中 这正是我们希望各位朋友 跟我们透过这个单元 所激发的想象力哦 强哥爆新闻 听见全世界 听见全世界 天气是开始变冷了 流感疫情跟着升温 卫福部疾管署就宣布了 从今天开始呢 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的药剂 用药的对象 除了50岁以上的可以免费施打之外 家人啦 同事啦 同班同学 有类似 有类流感病发病者 有这个啊 你就可以到公费药剂合约院所去打 那疾管署就说了 公费疫苗接种数呢 已经超过了522万剂了 整体疫苗使用率超过了8成7 那既然还有这个量 大家赶快能打赶快去打一打 还是要小心 再来就是一则比较轻松的新闻了 最近啊 美国堪萨茨州呢 有民众在野生动物园中发现了 美洲狮的踪击 报案之后呢 警方就便出动了监视器 试图找到美洲狮的踪击 没想到呢 在事后检查影片的时候 除了看到几只野生臭幼和土狼之外 还发现有民众故意穿着狮子 大猩猩和圣诞老人的服装 在镜头前面爬来爬去走动 对此当地的警方就说了 我们很真心的啊 感谢大家 因为这些恶作剧 让我们在检查一堆土狼啊 狐狸和晚熊照片的时候 还能开心一整天 非常感谢民众的努力和幽默 还真不错 其实有时候幽默就这么讲嘛 就幽默是对我们这个 不够完美的世界里面的一种方式 不然你什么事情都这么惊 动不动就吵架 就不开心 幽默一下 挺可爱的 欢迎回到咱们十九点强库 我是强哥赵强 先听到这个音乐是环游世界 小旺福的音乐哦 是 我们俩回来讲讲 刚才我们在广告中间 跟亚欣姐姐聊过 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环游世界 世界有很多种方法看 有些人是吃遍全世界 对不对 就是吃美食 或者走出街上 就是喜欢吃美食 关心的都是美食 有些人环游世界 看注意这个世界 都是可以赚更多的钱 每天关心就是 怎么赚更多的钱 有些人注意这个世界 就是哪里在打仗 哪里怎么样怎么样 政治上怎么样 可是其实世界上 有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科学的发展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 而且对人类文明很重要的 对对对 可是强哥就觉得 在台湾到底是不是有很多人关心科学呢 还是我们比较喜欢关心美食更多呢 感觉起来好像 杨欣姐姐说最近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报道 对有一个新闻 对它是去统计的就是我们的小孩 大概国小四年级以上的 那去统计他们 其实如果是以考试成绩来说的话 数理方面的成绩都是不错的 可是如果去询问他们 对于数理方面的兴趣的话 普遍是低落的 哎呦 对 那其实这个统计也不是第一次做的 那以前我们也看到过 就是都 结果都差不多 都一直是这样 就是大家好像都没有真的去看到 科学或是数学里面有趣的部分 大部分都只是把它视为是考试 考试的一部分 对就是把它 我就解题解题解题 然后解完了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接触到 就很可惜 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力或者一群人 到底能不能他除了在经济上 在生活上文化上之外 在科学上 数理上还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啊 对不对 科学素养跟一国国力息息相关 对对 强哥讲比较有立场了 你是科学少年总言 对会觉得我好像在 自己推销自己的感觉 没有啊 是真的很重要 你是主编 你讲说科学很重要 这个强哥讲科学很重要 是比较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记得很多嘛 就觉得说 小朋友如果只在乎什么 谁喜不喜欢我啦 或是我最新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啦 到哪里可以玩什么最新的东西啦 这当然也不错 但是其实 如果你对科学有些了解的话 也增加一些理性逻辑的思考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强哥有说服力 强哥多讲一句 也没有 当然最重要是每一期要看科学少年 对对对 你的暗示会太明显 好我们再讲一下这期科学少年 除了刚才是真正的诺贝尔奖之外 又这个家场放送 同场放送 这个搞笑诺贝尔奖 对我们每一次做这个诺贝尔奖的专题 最受欢迎的就是搞笑诺贝尔奖 这一块 我们会介绍三个就是 其实是搞笑诺贝尔奖他每一年他颁不止这三个奖 他颁很多 对那我们编辑部自己会去挑说我们觉得最有趣的三个这样子 篇幅不能多于真正的啦 对对对对 真正的还是主要 但是我们在讲搞笑的 不过搞笑跟我们生活比较接近啦 小朋友会更觉得有意思 对对对 而且这里面的科学研究就是也是真的是有 就是一些大学教授啊那些那些 就是也真的是科学家做出来的 是真的喔 不是乱讲的啦 不是乱讲的 第一个我们来介绍一下在这一期的讲有个四脚走路的山羊男 对这个这个人就是他非常异想天开 因为他他可能过惯就是过腻了人类的生活吧 他就想要看看那个无忧无虑的动物生活到底是怎么过的 然后他就做了假装成山羊的一只 然后就跑到山羊群里面去 就是去跟他们一起过生活 把自己打扮成山羊 混到山羊群里面 对 然后他就他就是在里面过了一阵子这样 然后这件事情他有出一本书 所以就有造成一些轰动 就是外界的人才知道说 喔真的有这样的 就这个人真的进到山羊群里面去做 那他在这里面他就有分享到说 他在里面跟山羊一起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山羊其实是不太理他的 但是曾经就是他也有感受到就是紧张的气氛 就是这些山羊突然间大家就沉默下 然后一起看向他 会不会发现他是人类了呢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紧张 就觉得他们是不是现在要过来围殴我之类的 那幸好最后的结果是相安无事这样 那因为这个人他非常的 他的实验精神是非常的厉害这样子 所以他就有获得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 他还是有实验的精神了 对就是非常的有 你光在外面想会觉得这样子 大概是怎么样大概是怎么样 他真的混到里面做间谍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混进去 哇另外一个很有意思 小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游戏 就是把头翻过来 倒过来 你说从胯下看出去 去看 结果真的有人研究这个 这个也是一种科学 对就是有一群科学家 他们是想说 如果我今天倒过来 就从胯下看这个世界的话 我的认知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你说这些科学家多么异想天开 就是怎么会想到这样的题目 那他们就真的很认真的找了很多人来测试 这样子 那就发现说他真的在距离感和空间感上面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这些科学家很有实验精神的一点是说 因为你你从胯下看 你看到世界是不是倒过来的 那他就想说会不会是因为那个画面倒过来了 所以影响到你的空间感跟距离感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种特制的眼镜 那这个特制的眼镜你戴上之后 你人是正的 但是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 你周围所有的画面会倒过来 然后他们去测试发现说 如果你是戴这种眼镜的话 你的空间感和距离感不会改变 跟你站着的时候一样 所以是你 要身体姿势 对你身体姿势倒下去这件事情 才会影响你对于空间距离的判断 对然后那个是物体的大小的判断 是你倒下来这件事情 影响到你的脑的认知 然后导致你的判断有一些改变 这样子对很认真的科学 但是又很有趣 真的蛮有意思的 对我们大家都做过这样子吧 对不对 我把你看扁了 我从胯下来看你 对弯下来从你的两脚中间看到后面去 对 结果一看 然后就很好笑 好像变小了 对人真的把人家看小了 对真的可以把人家小看人家 好的另外一个是 也跟左右有关 左手右手有关 这个也还蛮好笑的 他就是说我们自己在看镜子的时候 他先讲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如果你看着镜子 然后你抓左手 抓左手 右手抓左手 要别人帮你抓 别人帮你抓 对 要别人帮你抓左手 那如果你的右手很痒 他这个时候帮你抓左手 你的右手的痒就会直 这样 但是那个镜子的摆法 其实有点特别 就是他并不是在你的正面 然后你这样子看着他 他是直的立在你的 垂直跟我说 胸前 就是他是垂直 垂直于你的身体 在你的胸前 成直角 对那他现在 那他镜面是不是会朝着某一边 某一边 右边或左边 对假设他现在镜面是朝左边好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头歪向左边 看那个镜面的话 你会看到镜子里面有一只手 对不对 对 那你就会觉得那一只是你的右手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旁人走过来 因为那个镜子挡住了我的右手 对挡住了你的右手 我从左边这样看 我就看到这边镜子 我以为我看到的镜子里面那只手 对 是我的左手成像 对 那但是你会觉得是在右边 对 你会以为那只是你的右手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抓你的左手 抓抓抓抓抓 你就会觉得你右手本来很痒 他抓完你就不痒了 哇 这谁会想出这种 谁会发明这个作法呢 科学家其实创意无限 好好玩喔 对 我们脑子被骗了 对他被骗了 我的脑子被骗了 对那这个 这个实验是有实际功用的 实际应用价值的 就是万一有些人 他比如他是皮肤炎非常痒 但他不能抓 抓了会更严重的时候 会破掉会感染 对那就有这个方法可以 抓另外一边 对骗过你的大脑 让你病人可以舒缓一点 对 哇这很好玩 这一招很厉害 很厉害的 这跟左右脑或者整个的感知 感知 其实就是感知 他就是骗到你 骗到我们了 对 那所以脑子虽然很厉害 但是还是容易被骗 还是会被骗的 对不对 你看看这个多有意思 所以有时候听到一些科学新知 虽然他是搞笑诺贝尔 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但是还是蛮有科学的精神在里面 他们都是有的 对人家开玩笑还是有逻辑的 不是乱骂了 讲一些酸的话 其实生活中这个就是文明 对对对 其实这叫文明 对 所以科学家其实也蛮文明的 对对 你当然还说 这些科学研究都是真的有出论文 真的有上期刊的 就是这都不是乱做 也不是我们在那边乱拜的 乱讲的 哦有论文的 对对对 来我们来接于彦哲 彦哲你好 你好建哥 你是喜欢用左手 你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吗 你会觉得特别怎么样吗 还好 那你有看到别人用右手 你会不会想说 我也用右手试试看 没有啊 那用左手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爸爸妈妈 叔叔伯伯阿姨老师说 哎呀同学 请你用右手写一写 不要用左手 筷子会容易跟人家撞在一起 有这样子吗 也没有 哇听起来用左手好顺利哦 哇 好的那既然这样讲的话 我们要请姐姐跟我们讲说 用左手的人比较相对来说 是比较对于是不是 创造力还有图像 因为左边 我们是左脑控制右边 右脑控制左边 就是你的用右手的人 是你的左脑比较常习惯 比较发达 用左手的人 右脑比较发达 对那一般现在对脑部的理解 右脑是比较就是管创造力啊 图像 哇 艺术方面的那些能力的 所以左撇子通常会被认为是 创造力比较好 哇哦 当然右手也并不差啦 对对对对 对一些什么 左脑的话就是一些像逻辑啊 然后思想啊那些的 对然后语言啊 语言啊 对对对 所以右撇子通常在这方面比较好 好的 好也许 验者可以感觉一下 好不好 谢谢你验者拜拜 紧接来接宁安瑜 哎呦安瑜来了 安瑜你好 强哥好 老师好 你是左手还是右手 右手 你是右手 哇 我看应该也是 你看你看语言倒好会讲话 对不对 很开心啊 也希望你对于科学有没有兴趣 有一点 有一点兴趣对不对 好也希望呢 不管是左手 还是你说 我有用左手写字过 然后写的怎么样 有时候写的很丑 有时候还好 诶 也可以常常练一练 也不错 可以练练卡 左右脑都要发达了 对 好的 谢谢安瑜 今天这一期科学少年 他主要讲是2016年的诺贝尔奖 同时呢 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科学新知 不管大朋友小朋友 科学在我们身中是息息相关的 多关系点总是好的 哦 红紫浩泉要来挑战了 红紫浩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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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身边有些什么人啊 什么 你身边有些什么人啊 身边有谁 在你旁边啊 你听起来有妈妈嘛 我哥哥 还有哥哥 我哥哥 爸爸 还有爸爸 还有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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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 妈妈 哥哥 爸爸 妈妈 还有你 对不对 嗯 好的 你听我的节目听多久了 嗯 大概三个月 哦 大概三个月 你几岁呀 六岁 六岁 你现在很紧张对不对 不会 不会 听你这样讲 我都开始紧张了 各位 各位先生 各位小姐 六岁 红紫浩 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掌声欢迎 嘀哈 呼哈 爸爸爸爸 红哥加油 红哥加油 加油 好好好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哇 红紫浩现在一定会难忘这个画面 爸爸妈妈哥哥在旁边 给他掌声鼓励啊 好的 哦 你要知道 你现在要来参加我们的挑战了 哦 那 哎 我们有大强 中强 小强 三个体组 你会喜欢 用哪一个体组来挑战呢 中强 要中强 好的 哦 好 那 哎 我 一样 我们也会有些杂志哦 我们会送哦 最新奇的《未来少年》杂志给你 哇 还有最新奇的《科学少年》杂志给你 哇 还有最新奇的《奖励》杂志给你 哇 以及 还有快乐马力安小学美语所提供的 精美玩具组 但是先别高兴 你要 你们必须要全部答对题目才能够拿到 没有关系 不要紧张 但是如果中间碰到困难的话 要找谁来协助你们 过关呢 阿姨 阿姨住哪里 呃 住 住山上 住山上 好的 好 他现在正在荡秋节 在住山上 好 咯咯咯咯咯 好 棒 太好了 好好 那我要 我们要准备开始了 好 放轻松 强哥现在也很紧张 对面的姐姐一直在笑我 我也不知道笑我什么 哈哈哈哈 OK 准备好了 啊 点下名 爸爸 不错 爸爸加油 妈妈 哥哥 好早 全家来挑战 第一题通常不难了 首先就是动物体 请问 咱们呢常会用什么 牛来形容一个人 言而无信 一 白牛 二 黄牛 三 红牛 四 死牛 看法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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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牛 黄牛 讲话讲得好清楚 黄牛 好棒啊 第二题说到牛 这一题啊 还是跟牛有关了 在西游记的故事当中 牛魔王原本是孙悟空五百年前的结拜兄弟 后来呢却因为想要吃唐三藏的肉 和孙悟空要大打出手 请问牛魔王的老婆又是谁呢 一 白骨精 二 蜘蛛精 三 铁扇公主 四 牛魔王没有老婆 谁跟你说的 爸爸 爸爸跟你说的 铁扇公主 再来这一题算是实事题了 请问他 因为哪一个西洋乐团即将在明年四月首度来台湾开演唱会 桃园市政府正积极着手准备相关的配套措施 一 YouTube 二 Coldplay 酷玩乐团 三 Maroon 5 魔力红乐团 四 Bang Jovi 帮乔飞剧乐团 Kanb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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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请做他 求求求 求求 求求求对不对 我多么希望答案里面有一个如果荣居团 对不对 这个诚哥忍不住 又开始那边 我们明天 后天就要去台中啊 台中演出 所以大家如果台中有朋友 到了台中中山堂来看我们的演出 喂 阿姨 阿姨好 哈咯 嘿你好 阿姨我是红子浩 还有红爸爸他们的好朋友 我是强哥赵子强 嘿 哈咯 好 我们要出题来考他们 但是他们现在请你上场救援 你准备好了 我请问你 那就是 哪一个西洋乐团即将在明年四月 首度来台湾 开演唱会 桃园市政府正准备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一 YouTube 二 酷玩乐团 三 魔力红乐团 四 帮乔飞乐团 请坐 好难喔 好难 糟糕了 四个人 你猜一个嘛 你猜一个嘛 我猜 哦耶 你喜欢哪一个 哦耶 我要猜那个 哦耶 四号了 哦 我说哦耶 哦耶 你猜四哦 哦耶 你说哦耶 我说哦耶 开发队 二 什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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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答案 哦耶 太厉害了 谢谢 阿姨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 好的我们要继续了 红子号 爸爸 妈妈 我们现在常会用五子登科来形容一个人真的很幸运 很富足 银子 妻子 孩子 房子 车子 通通都有了 而这句话在古代则是用来称赞儿孙都很有出席 都能够考上科举登科 基地 要请问大家的是这五子登科最早是说谁的故事呢 一 孔子 二 苏东坡 三 唐国虎 四 斗燕山 请做答 四 斗燕山 厉害 三字经就有说嘛 斗燕山 有一方 焦五子 水啦 哇 爸爸你们好棒哦 哦 第五呢 最后一题了 最后我们用科学实验题来一决胜负了 如果要使蓝色的石尾柿子变色的话 那会是下列哪一个性质的水溶液 蓝色石尾柿子变色的话那是什么水溶液 一 碱性水溶液 二 酸性水溶液 三 中性水溶液 四 不一定 看柿子那一天心情怎么样 干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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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做答 哦 哎呦 爸爸厉害哦 哎 强哥小时候也知道 可是现在都已经还给老师了 酸性水溶液 对啊 啊 阿姨帮忙 爸爸妈妈 哥哥一起帮忙 太棒了 恭喜你们 哎 谢谢你们 但是你们要选择你们今天 跟为我们节目点播的 祝福歌曲是哪一首 哪一首 曹操 为什么选择这首呢 为什么 送给阿公 送给阿公 为什么呢 因为阿公是英雄 阿公是英雄 哇 漂亮哦 送给阿公 阿公是英雄 用曹操 也行了 他也算是 枭雄 好的 祝福大家 不管是英雄 枭雄 都过得快乐的日子 祝福啊 也谢谢姐姐 谢谢大家 感谢姐姐 也祝福我们的科学少林的科学精神 能够传遍每一个 大朋友小朋友的心中 祝福各位 跟各位说晚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